前立委沈富雄说 侯友宜对上柯文哲的一个支持度 是超过累的那块 而柯文哲的20%之中 有12%是浅蓝的 而且那12%会弃保救侯友宜的 侯友宜不管国民党用什么方式提名之后 就会猛虎出闸 而且这猛虎出闸非同小可 这是沈大佬他的一个预估 那另外来看的是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曾认为赖清德大动作 准备把四个坚持 纳入民进党的党纲 一方面让美国人不要再怀疑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跟蔡英文来表忠 表示说我已经把你像神一样 给供起来了 所以不要再弄我了 不要再搞我了 另外前立委郭家亮则是这样分析 亮哥说如果赖清德真的 把他这个四个坚持给纳入民进党的党纲的话 那真的台独运动就没有了 正是从台独走向什么 滑独啦 好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回 侯友宜到底选不选2024 什么时候选 什么时候表态 有没有可能预估六月表态呢 当然这有待后续的观察 那当然绿营的部分刚有提到 党主席赖清德考虑要把蔡英文主张的四个坚持要纳入党纲 这也会影响接下来一个民调数字变化 还有分布了 当然力挺赖清德的总统府资政 这回顾宽敏此事想其寿97岁 那赖清德哀悼说台湾交给我们了 现在传出刚提到他有意就是把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直接给他写进了民进党的党羹 但蓝军炮轰根本是用中华民国的外壳 借壳上市啊 把什么东西暗渡陈仓借壳上市了呢 让台独来借壳上市 他痛骂 即使赖清德 你改喊出和平保台 不是之前蔡英文喊的抗中保台 要改喊和平保台 但是如果不放弃台独的话 两岸的和平只是空谈 赖清德曾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为了角逐2024总统大卫 他调整修改两岸路线 喊出和平保台 但蓝军炮轰 不论口号怎么改 只要赖清德台独路线不改 大陆就不可能与他打交道 两岸和平仍是空谈 如果他不放弃台独的话 两岸要做任何的沟通跟协调 现在看起来是很困难的 更重要的是 可能连美国人都不信任他 最挺台独今孙的总统府资政 孤宽敏辞世享其瘦97岁 赖清德哀悼说台湾交给我们 但一边却传出 他有意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写进民进党党纲 现在已经恶心到 把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要入民党党纲 他这样的做法 跟中国共产党什么两样 都开始在造成运动 那四个坚持 虽然里面没有提到 台湾共和国的几个字 但是字字句句 以及他里面所传达的意涵 从小三同恢复 到大陆主动通知 遣返台湾罪犯 近日大陆递出橄榄枝 两岸看似春暖花开 但蔡政府至今 仍不开放陆克来台 蓝军痛批民进党政治算计 大于民生经济 还持续操弄抗中到底 在民进党的算盘里 两岸只要持续中断交流 两岸之间就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让民进党跟美国来操弄 继续来深化两岸的 这个对立跟敌意的态度 两岸之间要谈抱歉 除了政党轮替之外 别无他法 民进党只是故意假装 好像他缓和 他不再搞意识形态 实际上他是变本加烈 台独精孙想选总统 以为换个口号就能获得选票 但真正让百姓有感的是 别再搞意识形态 恢复冷暗交流 以人民利益为上 才是最重要 这让萧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的确什么才是最重要呢 大家要想清楚 那陶渊市市长张善政上任之后 他力推了多项的新政策 像是什么政策呢 补助幼儿园大班助学金 还有保障代理教师 根治市教师同工同酬 另外还有包括像是国中小学 营养午餐免费 代理老师全年聘期四大政策 其中代理老师全年聘期 更是领先了全台湾 在陶渊市推出之后 后续就很多县市开始说 他们要跟进了 大批的网友盛赞 张善政的执行力非常的卓越 有网友更是感叹说 2020后悔还来得及吗 我想吃回到2020年的药了 陶渊人骄傲 我们选对市长了 好 有没有陶渊的朋友们 你有没有觉得选对市长了 好 我来YT老天室 欢迎留言告诉秀秀 等等来点点名 看谢宝的留言 同时我们也来看到 是这回在国民党 在南投立委补选 这一战来看是 当然大家都很紧张 候选人林明珍 连假期间 她不停地重刺 祭前一晚的造势晚会之后 在一大早今天 你看继续扫街 败票 桃园市长张善政也来立挺 说她非常看好 林明珍 而跟县长许淑华的配合 绝对能够把南投建设得更好 对于林明珍 里遇到对手阵营的攻击 这感觉 有没有觉得 似曾相识 对不对 不过他们说 有信心 一定能够赢得胜选 我想林明珍县长 在县长任内表现非常好 我相信他也会做一个非常好的立委 所以特别来这边帮他加油打气 帮他助选 希望他能够当选立委 然后也能够跟我们许淑华县长 好好的搭配 把南投建设拉起来 那像这次林县长 不知道受到这么多大 在攻击下 会不会有点适合这样子的感觉 选举的时候总是难免 但是我想大家有信心就好 一定会把他生事拉起来 让他顺利当选 昨天那个林市长 还有一阵子的 我们要讲到 如果他也没会当选 然后他也会摆烂 那你怎么办 这是一定的啦 一定的 一定是摆烂的 因为他做任的事情 只是会抢功 不会做 只会抢功 人家做好都是说他是他做的 他只是会抢功而已 有时候一定是摆烂的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解误 解误 解误